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第九課,問路。 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到了陌生的地方,如果您迷路了,路好像又是問出來的。 假如您到了西藏,那麼下面我和編巴老師要給你們講的一些句式一定會給您帶來一些異處。 那麼談到問路,我就要說說我們的八國街了,您一定要到那兒去看看。 那麼您不知道到八國街走什麼樣的路,怎麼走? 那麼您就可以直接這樣問。 請問八國街怎麼走? 跟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見面。 請問八國街怎麼走? 跟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見面。 請問八國街怎麼走? 跟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見面。 請問八國街怎麼走? 跟著西藏,爬過了。 跟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見面。 請問八國街怎麼走? 離這裡遠嗎? 離這裡遠嗎? か? 跟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西藏嗎? 看著西藏,爬過了,看著西藏,爬過了。 有什麼東西? 來這裡遠嗎? 離這裡遠嗎? 可以走著去嗎? 可以走著去嗎? 那我想问一下,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 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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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坐出租车去。 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第九课问路当中的比较重要的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主要学习一些句型。 下面我们要对重点句型做替换练习。 第一个句型是,请问什么什么应该怎么走,也就是指地方。 那么这个用藏语应该说, 比如,请问葡萄拉公怎么走。 比如说, 请问,是正邪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创业司祝拉, 请问,是正邪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创业司祝拉, 根据许古鲁, 请问,是正邪怎么走。 比如, 干妈公萄拉, 请问, 请问, 干妈公萄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干妈公萄拉,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干妈公萄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干妈公萄拉,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干妈公萄怎么走。 请问, 西藏大学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本据许古鲁,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西藏大学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本据许古鲁,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西藏大学怎么走。 比如, 请问, 学聚会会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学冲连拉,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学聚会会怎么走。 根据许古鲁, 学冲连拉, 堪迹斯祝福西。 请问, 学聚会会怎么走。 下面, 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式。 第二种句型是, 到什么什么地方, 往右拐, 或者往左拐。 这个藏语应该是, 可给可给里头, 也三年约连国里。 比如, 到大楼, 往右拐, 托贼康亲的, 连年, 也错了, 重新, 到大楼, 往右拐。 托贼康亲的, 也错了, 重新, 到大楼, 往右拐。 又比如, 到那个饭馆, 往右拐。 三个特别的, 连年, 也错了, 重新, 到那个饭馆, 往右拐。 三个特别的, 也错了, 重新, 到另一个饭馆, 往右拐。 又比如, 到车站, 往右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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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 第三种句型是, 布达拉宫在什么什么地方, 也就是指方位。 用造语应该是, 布达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 不达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 不达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 比如, 不达拉宫在油电局的旁边。 不达拉宫在油电局旁边。 又比如, 不达拉宫离这里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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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达拉宫离里只有, 我进去前面的留电机。 谢谢大家